然後就長超多痘痘的 然後可是內分泌 就長很多痘痘的話 可是我還是要化妝 但我又是油性肌膚 我是外油 我是那個混合性肌膚 就我體脂不會很油 兩頰很乾 但我那陣子又長痘痘 所以我就變成想說 我的那個化妝品也太難選了吧 因為我就是必須要控油 又要保濕 又要可以遮瑕 然後我就那陣子 試了很多很多不同的化妝品之後 我就發現了一個很厲害的 就是這個 思科3D光感精華粉底 是粉底 對 它是粉底 你們也可以參考使用 對 它非常厲害 它既可以控油又可以保濕 因為它裡面就是有15種美容成分 然後其中有一種很厲害的 叫做水解彈性蛋白 它就可以幫助肌膚的彈性 還有增加緊實度這樣子 然後可以讓那個 就是讓我化妝的同時 我也可以做保養 然後它還可以持妝8小時 所以它就是一個粉底就對了 對 它是粉底 但同時又可以保養 需不需要再做一層隔離 不用 不需要 它就是當粉底 同時又能吸收就對了 對 而且它同時又可以當防晒 因為它有SPF50的那個防晒吸收 所以像我出外景什麼 我就覺得很方便 然後我就可以試給大家看這樣 現場實驗一下 對 現場實驗 我先試在手上給大家看 因為你們看它 因為它很厲害喔 它非常好推開 我知道 這就是現在流行那個奶油 奶油妝感 對 它可以維持8小時的奶油肌 就是很好推開 然後因為我剛剛不是說 我出外景都會帶它嗎 因為它就是防水又那個抗汗 所以我現在噴水給你們看 你看 它會變成水珠 等於它隔離開了 對 所以就是如果我們就是那個 像夏天會去玩水或什麼 你就不用擔心說我一起來 然後臉就整個大脫妝 就是不需要擔心 非常的厲害 然後另外我還要特別介紹 它有附一個非常棒的東西 就是這個 這個東西就是叫做布丁刷 原來這個叫布丁刷 對 它們叫做布丁刷 然後我就是會拿它來上那個粉底液 然後用它的好處就是 就是醫生你可以摸看看 它真的很軟 就它的那個刷毛非常非常的細 妳介紹妳的粉底液 竟然會叫醫生幫妳摸摸看 因為它做生真的很軟 醫生妳摸摸看 真的很軟 比妳還軟 真的很軟 所以就是我們用手上粉底 會沒有辦法控制力道 你就可能會一直搓揉肌膚 然後就長皺紋 可是用這個就不會 因為它就是很輕柔這樣子 然後像是眼周 然後鼻翼 你都可以上到粉底都不會 都不會漏掉這樣子 所以我現在它等於 真的是我皮膚的救星 我是不是應該試用給大家看 還是我是在醫生的臉上 妳弄理自己 好 我自己都了 來…妳自己就化 所以妳是卸 我現在先卸就是我把 許醫師其實妳可以用右手 對 原本的妝先擦掉了 原本的底妝卸掉 然後就給大家看 你看我平常上妝就是這樣子 而且用量應該也不用太多 對 不用太多 然後我就這樣 它像一個刷子一樣 超方便的 超方便的 一下…就上得很均勻 像我不愛化妝呢 它不是跟素顏霜也差不多了 對 可是我覺得它比素顏霜 又更方便一點 是因為素顏霜通常 防曬係數也沒這麼高 而且沒那麼遮瑕 對 也沒有這麼遮瑕 因為像我前陣子 就是因為長很多痘痘 對啊 是不是 有一點厲害 妳現在的妝比原本的好看 是不是 而且它真的上妝速度很快 就我這樣就已經上好粉底了 對啊 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 它這刷完之後會不會 比較不會罵髒話 對不對 沒有 它那一定是 蘋果肌有打到腦 沒有 刷完也不會比較漂亮 現在你看我就可以噴水 然後真的也在我臉上 就是變成那個水族 它真的防水抗汗 然後又有防曬係數 對 然後有那個 15種美容精華這樣子 非常厲害 不錯耶